大家好 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中国足球 确实呢 东亚杯的比赛 马上就要在日本开始了 中国足球也是公布了人员名单 不幸的是在人员名单 公布的24小时之内 中国足球的5名 超龄国角 前后有3名官宣受伤 是吴源代表国家队出征东亚杯 其中张林鹏 和张玉宁 吴希这三人 也是这支球队的骨盖 这也是能够代表 这三个位置 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一个球员 确实呢 这次受伤有一些偶然因素 当然也有一些必然因素 毕竟国角在这一年也不容易 前半年在参加世界杯预选赛 然后不是在集训 就是在隔离的路上 所以呢 在联赛6月3日开始之后 大家这中间都没有过多的休息 一直在玩命的比赛 再加上恶劣的天气 再加上糟糕的场地 所以呢 这些球员身心已经非常的疲惫 在这个时候都受伤了 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也不能说明他们因故拒绝国家队征招 毕竟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 有国家队征招 他们肯定会义无反顾 会义不容辞的去参加国家队训练和比赛 这一点上我是非常相信 他们的一些理想和责任 但是呢 确实是他们受伤了 伤也并不是装出来的 但现在考验中国足协的一个问题 他们要重新征招三名超龄球员吗 还是要就代U23球员为主打的球员 就上两名超龄球员 看看中国足协到底怎么决定 其实东亚杯也是一场激烈的赛事 也是纯友谊赛的模式 中国足协只是不敢让纯U23的球员 去东亚杯上和正牌的日韩国家队去比赛 怕输的太惨 所以中国足协考虑派出这种混编国家队 但是呢 现在这种情况让中国足协很难再从其他俱乐部招人了 对于中国足协来说 真的是内外夹击非常的难受 不管怎么样 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在东亚杯上 能够取得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成绩吧 和日本韩国队比赛时能够打出我们的特点 当然取胜香港队是我们最基本的目标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